大众请合掌 山称本师圣号及三规一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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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规一 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圣 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身 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身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众请放掌 各位菩萨同修 大家吉祥 我们上一次上课 已经进入了大致论第十四卷 有关安忍波罗蜜这一部分 安忍波罗蜜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第一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众生人 就是我们对众生应该修的一种安忍之道 那么众生又有三大类 第一大类 第一大类的众生 是对你特别好的众生 也就是说 这一类的众生 他来赞叹你 他来供养你 他让你欢喜 那么这一类的众生 我们就非常容易对他产生贪爱执着 这是第一种众生人 就是对恭敬你 供养你的众生 如何不生起贪爱执着之心 第二种的众生 就是异性的诱惑 异性的诱惑 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宗教 从古到今 都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我们现在讲异性的诱惑 其实也不周延 因为譬如说 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 那么不但异性之间可以产生感情 同性之间也有发生感情的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讲异性的诱惑 好像这个名词已经不是很周延了 第三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对以来让你生起称恨心 让你起烦恼 把你所有内在的那些负面的情绪 把你勾动出来 然后翻天覆地的 勾动的越厉害 越是你最尊贵的上师 那么问题是 我们遇到了这样的这个上师 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三方面的来自众生对我们的考验 是我们修安忍波罗密的第一层 我们的修行 可以说在安忍波罗密这一关 有三个主要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我们现在讲 对众生的忍 忍这个字 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这个 大品波罗经的这个经文 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一句话 在我们的讲义544页 倒数第三行 是出品中产体波罗密 金就是大品波罗经 心不动故 因具足产体波罗密 佛法上面讲了忍这个字 在六波罗密里面讲了忍这个字 就只有这三个字解释 最完整的解释叫心不动 我们所谓的安忍波罗密 就是如何修到心不动 有恭敬供养的众生来亲近你 心不动 有诱惑性的众生来亲近你 心不动 然后有撑脑泥 就让你起烦恼的 这样的众生来亲近你心不动 这三个面向不动 这个是安忍波罗密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层次 安忍波罗密整个修行 先从众生人开始 那么在众生人这里 这是一个基本功 而且众生人也是我们的必修客 我们只要行菩提到行菩萨道 所谓大乘的大乘者不离大乘也 离开大乘便无大乘 所以大乘之所以为大乘是因为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在众生当中来修炼我们自己 所以大乘是我们成就大乘菩萨道的最重要的资粮 最重要的营养 表面上说我们修行这条路 成佛这条路就要去掉我们的贪嗔痴漫乙 但是我们的贪嗔痴漫乙从哪里出来 是我们在跟众生互动的时候才会有贪嗔痴漫乙 我们离开大乘没有东西让我们感觉我有贪嗔痴漫乙 你在一个绝对孤立的空间里面 你不会起任何贪嗔痴漫乙 起不来 所以只有不断的不断的跟众生接近 然后我们才会不断不断的被引发 被引发出我们累世累劫以来 潜伏在八世心田里面 圣生圣生那个地方的贪嗔痴漫乙 乃至一百零八烦恼 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比喻很简单 叫做no mud no lotus 没有污泥就没有莲花 如果我们厌恶污泥 我们不要污泥 那我们就是只有一个结果 那个莲花一定开不出来 因为它没有营养 因此在我们追求莲花的同时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我必须接受污泥 也就是说 莲花跟污泥它其实是互为一个整体 当你看到莲花的时候 你就要看到说 感谢这个污泥 所以让莲花 你有这个营养可以如此的盛开 如此可以透露出你的芬芳 但是问题我们多数的人 我们只要莲花 我们不要污泥 我们只想跟我们认为 真正的具得的善知识亲近 然后我们受不了任何 我们认为不是善知识的 所有这些负面东西 我们一概地排斥 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 学习大乘佛法一个 我们自己的盲点吧 那么众生忍修成功了 你才有资格再修另外一层的东西 叫做法忍 众生忍是对众生的人 法忍是对法的人 那这个法又分好几个城市 比如说 我们生长的居住的地方 它有天气的变化 那这个天气的变化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 然后还有 比如说 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的不方便 我们居住的地方可能是教育不发达 我们居住那地方 我们成长的这个依报的这个环境 可能是不断地会有战争灾难 这个就是我们对法要有的忍耐的一部分 然后 我们对法的忍耐里面 最核心的一部分是我们对烦恼的忍耐 我们凡夫都是带着烦恼来的 没有烦恼 我们不会出生在娑婆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出生在娑婆世界 就是因为有这些烦恼的污泥 所以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机会是 我们怎么样通过 我们对烦恼的忍 对烦恼的关照 对烦恼的一种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今天还讲不到这里 如果通过我们对烦恼的那种深观 直观 然后在这当中 看到烦恼的实相 即是菩提 这是我们修安忍波罗蜜的第二层 第一层是对众生人 第二层就对法的人 而法的人最深的最深的那个地方 就是如何洞见烦恼实相即是菩提 然后我们对安忍波罗蜜的第三层最高一层 就是无声法人 也是我们在课堂上不断地不断地跟同学们谈的 当 有始术团堂始的这些《无声》 当当他一样的数声为 那些不断地不断地涕堂裤 因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 villaの終bi land 然后开始 进入了菩萨道里面的那个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学开车的时候 前面用的是学习驾照 那么只有到第七地正得无声发展 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这个说 我是真正拿到正式的驾驶之照了 也就是真正的进入菩萨的真实的位阶 我们现在大家平常都相互称说 菩萨 某某菩萨 红军菩萨 丘培菩萨 这个菩萨是对拿学习驾照的菩萨的一种 一种期待 一种祝福 可是如果我们正到了菩萨的七地 也就是正得无声发展的时候 那这里请大家注意 我个人这几十年对佛法的研究 我得出一个结论 佛法里面讲的大秤跟小秤 它的最关键的分水岭 就是在无声发展这一关 菩萨是正得无声发展 到了第七地以后 发更广大的心 要利益更多的这个众生 所以 回小向大的关键就在无声发展 回小向大的关键就在菩萨的第七地的修行 那么你如何能够确定 你如果有一天你到了七地的时候 你到了无声发展的时候 你不是走向那个小秤的道 你不是走向阿鲁汉道 而是真正的在那个关键时刻 回小向大 就像释迦牟尼菩萨 见到了染灯佛 然后正得无声发展 那时候染灯佛跟他受祭 为什么 在那个受祭的当下 十方诸佛一直现前为他作证 如当来是受佛 好释迦牟尼 我希望同学们记住这一点 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他不会 在那个第七地的时候 与空取证 我们这一部大事都能反复 要跟我们强调的就是 到了菩萨七地的时候 要抓住一个原则 抓住一个根本方向 叫做学空不正 就是我这个时候 我误入了空的境界 但是我不以空取证 我不以空为究竟 然后这个时候 是什么动能 是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保证你学空不正 而且不落入内盘的限制 就是因为我们在修众生人的时候 我们在不断地跟众生互动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众生的悲苦 看到了众生的无奈 看到了众生的那种 在不断地轮回当中 然后在那里不断地翻滚煎熬 然后就是这样 从这样的一个 对众生的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那个无限的忍耐 然后在那个当中 你的悲心不断地滋养出来 你的大使大悲心 就在那个地方被滋养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成为你 到了释迦摩尼佛 他正无声法子 那个瞬间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什么 走阿罗汉道 一个走成佛之道 然后那个资粮 那个让他继续走成佛之道的 那个资粮就是来自 我们今天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我们在屋里中 不断不断地打滚 不断不断地这样的去 翻腾折腾的众生人 法人修智慧 众生人修无量福德 所以我昨天把我们今天上课内容 这个讯息在微信上面发出去 马上就有我们这个 现在在澳洲的同学 他就做出口语说 老师今天这个课太关键了 太重要了 这是有善根的人 他能够感受到这一层 我再简单强调一次 说一次 我们在凡夫地的时候 修众生人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因为修众生人不是为了我要忍耐 我跟这个人就是说将就过去 不是 而是在我们修众生人的过程里面 我们续集了很多 我们将来从菩萨七地以上的那个 成佛之道的更广大的资粮 所以我们这个课上到后面 我们要讲大品部落经的善花品 在善花品里面 佛陀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叫做不坏假名 而说诸法实相 我们现在一般学习到的 那个佛法都是要 否认假名 摧毁假名 否定世间相 然后以为那个就是 一无所有的那个就是诸法实相 错了 真正的诸法实相是不坏假名 是在假名中 从诸法的假名中 看到诸法实相 而那个就是大宗佛法的精彩处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课题 从众生人切入 然后我们可能今天 可能还会延长一次 就是对众生人的第三块 如何如何去跟那个 让你起烦恼的众生 在那个地方自我提升 这部分很难 我们常常讲 一个很自我警惕的话 叫做一念从称心起 八万丈门开 这个称很难降谱 我们说火烧功德灵 就因为这个称心太强大了 所以我们今天会聚焦在 怎么样去升官 引发我们的强大称恨心的 23种逆源 我归纳23种 但是我看到应顺导师的 那个大致论笔记里面 他归纳出了25种 但那个后面加的就不是逆源 是增上源 就是23种的逆源 加上两种的增上源 这个我们会慢慢 今天慢慢跟大家来谈 我们今天很幸运 是因为我们美国佛教会 也是纽约的这个庄园师 跟大爵士 我们有一位我一向都非常尊敬的长者 就是沈家增居士 我也曾经安排他到台湾来访问 那么也去拜访了 这个慈禧功德会的正言上人 今年是那个老人家 往生十周年的纪念 他在我的心中 一直是一个 在家学佛的一个卓越的典范 然后沈居士在纽约的时候 有一个很得力的秘书 我们一个父亲居士 刚好他最近回到台湾来 所以我就跟他情商说 我们台湾很多朋友 很怀念沈居士 那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 跟大家聊一聊 沈居士是怎么样的一个 学佛的典范 能够跟大家分享 因为沈居士生命中 有很多让我感动的地方 其中有三点特别的 第一个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在美国开船运公司 然后成就很多 财富的积累也很可观 但是他做了很多 父慈佛法的事情 包括我们程建平上师 在印度的闭关 在美国的加州伯克莱的闭关 一向都是沈居士在扶持 长时间不间断 然后另外一点 我觉得我们沈居士 有这样一个菩萨的发心 就有非常殊胜的因缘 他的佛学的导师 是我们在课堂上介绍过的 张成基博士 因为张成基老师 他是这个 可以说显密监通 最早把这个 所以密勒日巴的这个道歌 翻译成中文 完整的翻成中文 而且还有密勒日巴的 这个《尊者传》 都是张成基博士翻译的 那么我们课堂上 曾经特别介绍 他对于业力论的 七个重要的诠释 那么他在张成基博士的 这个一个指导下 对佛法的体认是非常之深的 那第三一点是 我跟他见妹那一天 刚好是沈居寺的夫人 居和如女士 往生的那一天 我那一天是因为 从洛杉矶飞到了纽约 然后就朋友带着我四处参访 我说我很想去庄严寺 有机会希望能够见到沈居寺 因为沈居寺的书 我们看了一些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到了庄严寺那一天 我第一个见到的人 就是沈居寺 因为那一天 刚好美国佛教会 他们一年一度办了这个佛学 夏令 沈居寺刚好被排了两堂课 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听他那一堂课 但是休息的时候 我朋友介绍我跟沈居寺认识 他也二话不说就说 我有两堂课 除了今天的课 明天还有一堂课 明天的课请你替我带上 我说我怎么敢当 他说我的夫人 可能今天就要走了 我明天来不了 上不了课 这一讲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所以我就马上 答应了这个沈居寺说 好的 就果然当天晚上 他夫人就往生了 在念佛声中 在沈居寺的这个念佛声中 很安详地往生了 他们弦抗力 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他们同时做了一个梦 夫妻俩同一个晚上 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梦到他们在纽约的上周 有一个很亲近的这个地方 要在那里建立一个道场 第二天两个人说 我昨天晚上做了梦 竟然是一样的梦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就是后来 沈居寺建立的这个庄严寺里 一个最起头的一个因缘 然后也就是在 在沈居寺第二天的课 我来帮他代课那一天 那么沈居寺从那一天开始 因为第二天他进入佛堂 他家里的佛堂 看到他夫人每天念诵那本金刚经 他就拿起来 发了一个愿 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要送金刚经 所以我觉得我们因为金刚 波落经而结的这个缘 非常的殊胜 那后来我们沈居寺 就邀请我说 他有成立一个世界宗教研究院 希望我能够去担任这个院长 而且他还强调他说 虚伪以待 直到您答应为止 我当然是 不具备这个条件 但是老人家的这个好意 我是永远都非常感恩的 那后来因为星云大师请我 帮忙到洛杉矶筹备这个西来大学 所以有一些姻缘我就没有到纽约去了 所以今天很难得就是说 我知道我们傅居寺回来到台湾来 我就跟他特别情商 我说你跟这个神老跟在身边 替他做的事情特别多 而且傅居寺本身也是学府的时间 非常的久 非常的发心 他本来在纽约的州政府上班 然后都很忙的 还要栽培两个小孩 这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但是当时呢 他为了圆满他的发心 所以呢 他为了要帮美国佛教会 出版这个美佛会训这个刊物 他一个人的力量 他每天要提早两个小时起床 就为了编这个刊物 然后没有稿子 他到处去收集录音带 包括我去那个上次跟同学们分享 说我在那个大学士 讲了一堂那个 如何正确的契入空域 那个记录稿就是我们傅居寺 现场记录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有这些姻缘 所以今天很难得他答应我 所以他愿意来 跟我们同学做一些分享 所以我们到了八点二十分的时候 我就要请那个傅居寺 来跟我们大家 建议亲们来谈一谈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 就进入我们的讲义 五百五十六页 讲义五百五十六页 第二段 请大家合掌一起来念 一切众生有罪因缘 根相侵害 我今受脑 亦本行因缘 虽非今世所作 是我先世恶报 我今常知 应当干受 何可逆也 譬如负债 债主所知 应当欢喜常债 不可撑也 这是我们要升官 二十三种逆缘的第一条 因缘果报 我们累世累劫以来 我们不晓得犯了多少的过失 有意的 无意的 自觉的 或是不自觉的 我今天中午还在跟 跟一个亲戚在谈 我说 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瞪人家一眼 可能都对对方造成很大的伤害 他的自尊心可能受到伤害 他的这个职业的这种 这什么 就一种 一种职业的这个优惠感 也可能会受到伤害 我们不知道 累世纪 这样的这个 糊涂的事情 颠倒的事情 不知道做了多少 只因为我们不小心 一个眼神 显露出你内在的傲慢 我们就会伤害到别人了 而这些 有因有果 这些一定是 因缘会这样的互动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省思的 当我们遇到一些逆缘 遇到一些挫着 遇到一些 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 不是合理不合理 而是这个因缘从哪里来 这个因缘 你看 整个从这里开始 556页 一直到564页 整个这样的一个 升官逆缘的关键 就在四个字 当智思为 我们遇到逆境逆缘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当下要省思 我记得 我们有学生 有一天去参访这个 应顺导师 问他说 请问佛法 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 来说出他的核心价值 应劳当时用两个字来回答 叫做反省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某一些 逆境 困境 我想可能就我们反省的不太够 我们反省的不够 我们很感谢 最近有两次上课 我们苏联菩萨 都给我们课堂了 拿了这个花来庄严 我想请大家输一看这个花 上次的花也是非常非常的庄严 在六波罗蜜里面 最能够象征安忍波罗蜜的 就是花 为什么 为什么佛法里面 比如说我们对 在庄严佛堂的时候 我们要供养一定要供花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用花 花就是安忍波罗蜜的代表 我们要坚持菩萨道 就要跟花一样 第一个 花开不开不看人 他永远用最平等的欢喜心 面对所有的众生 这是一种平等的布施 平等舍 平等忍 第二个 不管任何的逆境 花就是一开就给人欢喜 所以 花就代表忍 而且是六波罗蜜里边 就是少不了这个忍 我们跟大家谈过几次了 南传佛教 上座部的佛教 强调戒定慧 而大乘的佛法 加了三个元素 戒定慧之外 加上布施 为什么要广结善缘 加上了安忍 为什么 要跟众生相处 所谓众生 众生者 贪嗔痴慢疑的结晶也 这不是讲别人 包括我们自己在那里都是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 要加精进 为什么要加精进 因为行菩萨道 就是要有一种坚持 这个坚持就是说 我没有太够的话来说 我愿意死得再死 来体现生命是没有穷尽的 我愿意死得再死 来体现生命是没有穷尽的 的确是这样子 我们就用 大波罗经 五百八十卷 玄状大师所翻译的 大波罗经里面的这段话来讲 我们用白话讲就是 我愿意不断的轮回 来体现菩萨道的无穷无尽 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轮回 我们才有机会跟 种种不同的众生不断的互动 然后在这样不断的互动当中 来不断的积累我们更广大的福德 积累更广大的智慧 积累更广大的禅定力 所以我们在禅修方面 将来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谈到 扬州高明是来国禅师的一个 对禅修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这个理念叫什么呢 他说一般人开始学禅定的 都是心 敬 厌 宣 就是我们喜欢安静 讨厌喧闹 讨厌干扰 我们如果一开始学禅定 就是建立这样一个态度 心尽厌宣 你就永远进不了大乘菩萨道 为什么 你已经养成一种厌离众生的态度了 所以来国禅师的原则很简单 我们学禅定的要心 宣 厌 敬 怎么吵 没关系 我不强调要安静 这是高难度的禅修 为什么来国禅师会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呢 这是我从扬州高明寺在1999年 高明寺的方丈 得令脑上亲口说的一个典故 因为扬州高明寺是在一个岛上 在运河的一个岛上 南北运河当中 到了高明寺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个运河开叉了 然后当中一个小岛就是高明寺 然后呢 因为这个南来北往的运河 这个船来了很多啊 所以呢 这个船当时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什么无线电啊 什么发电报啊 没有 只要这个船靠近了那个岛 为了让彼此来往啊 有一个警惕 尤其晚上没有灯啊 就要开始敲锣打鼓 比如说我有船要过来了 你们大家小心啊 所以这个扬州高明寺的这些禅盒子 就是坐禅的人 非常习惯这个南来北往 这个敲锣打鼓的声音 结果乾隆皇帝下江南 第一站就是到了扬州高明寺 在庙里面住了几天 哇 觉得这个地方真是很好的一个残修的地方啊 就是觉得有一点不大好 这个南来北往的船啊 这么吵 影响这个禅盒子坐禅 所以他就下来到命 所有的南来北往的船 到了高明寺这个地方 不准敲锣打鼓 这下子麻烦了 这个庙里面的出家人啊 打坐的时候觉得少了一个东西 同学知道吗 因为你的功力就在那个敲锣打鼓 那个当下心不动 心不随进转 结果你这么一安静来 他就觉得奇怪 今天坐禅少了什么了 所以这是我们德理老师上讲的一个典故 我觉得很有道理 这也就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态度 就是说 我们要耐烦 你在未来在菩萨道上有多大的成就 就看你有多少耐烦的功夫 你有多少不耐烦 你这一生就会有多少的烦恼 把你烦死 安整波罗密 就是耐烦 你不耐烦就什么都不要谈了 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这个朋友 因为现在真的 我们现在生活的复杂性大概是十年前的人的十倍吧 是一百年前的人的一百倍吧 所以整个环境让我们很不耐烦 但是越是这样 我们越要学习耐烦的功夫 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 身观众生人的 二十三种逆缘的第一条 就是要当自思维 一切众生有罪因缘 就是我们过去世以来 我们就不断的彼此伤害 我今受了 所以我现在受这个烦恼 本性因缘 本性就是我过去世 我的过去生 我的宿命 这是我过去世的因缘 虽然不是我这辈子造的 先是恶宝 我以前种了恶因 现在得了恶果了 所以我要 好像怎么样 这一个比喻说负债一样 要欢喜常债 其实我们家来成佛的 最麻烦的是 我们积累的债 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你在菩提出债 已经快要快要到 最后的那个大侧大物的关头 有些债没了 你就要下座 然后就寻找这些债主 一一求取原谅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现在债主献钱 你就不用去找他了 不用麻烦你去找他 了解我这个意思吗 欢喜常知 我很喜欢那个龙树不上这样的一个比喻 不是讨债鬼来了 而是感恩讨债的恩人来了 你都不要千山万水去寻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合掌 父次行者常行慈心 虽有脑乱逼身 必能忍受 譬如 残体仙人在大林中 修忍行慈 时 加力网 降诸财女 入林游戏 饮食忌器 王烧休息 诸财女被 彩花林间 见此仙人 加尽礼拜 在一面里 仙人耳食 为诸财女 赞说辞人 其言美妙 听者无言 久而不去 家里网绝 不见财女 拔剑追踪 见在仙人前里 交度龙胜 瞠目奋剑 而问仙人 辱作何物 仙人答言 我今再此修忍行慈 王烧 我今世辱 当以利剑 截如耳鼻 斩如手足 若不称者 知辱修忍 仙人言 任意 王己拔剑 截其耳鼻 酌其 斩其手足 而问之言 辱心动佛 答言 我修此忍 心不动也 王言 辱一生在此 无有势力 虽口言不动 谁当信者 使仙人 即作四言 若我实修此忍 雪当为辱 即使 雪变为辱 王大惊喜 降诸残予而去 事实临终 龙神 未始仙人 雷电霹雳 王被毒害 莫不还功 以示故言 云脑乱中 能行 忍辱 我们知道 在《金刚经》里面 有两段特别的故事 一个是 冉灯佛 为释迦牟尼菩萨受祭 一个就是 歌力王 歌劫 忍辱 仙人的身体 然后 这个都是我们 今天在这里 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 这个 歌力王身边的这些宫女们 在森林里面 看到忍辱仙人 那样的慈祥 很欢喜 然后 有点听仙人的开示 非常非常的欢喜 可是这歌力王一醒过来 看到我怎么这些宫女们 都对这个仙人 如此的 好像一副很崇拜的样子 杜忌心 有了这个杜忌心 就对这个仙人挑战了 结果这个仙人 你看 他不但心不动 而且天地为正 雪变为乳 他流出来的雪 化为奶 可是 森林里面的龙王 不能接受 所以这歌力王本身就害了自己 所以这是第二个 我们要去思考的 词跟忍不可分 词人一体 因为有这个词 所以你的忍更自在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 行者常行慈心 从慈悲心做一个出发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第三 请大家合掌一起来念 复制菩萨修行慈心 一切众生常有众苦 处胎逼爱 受诸苦痛 生食破作 骨肉如破 冷风促身 胜以剑气 事故佛言一切苦中 生苦最重 如是老病死苦 种种困恶 云和行人 富家其苦 事为仓中 仓中富以刀破 这个是第三点 就是说我们要用同理心 来看众生来到这个世间 有八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 愿真慧 爱别离 所以众生有这么多苦 那现在他因为欺负你了 他这个好像得到一点乐趣了 我们就当作不私吧 我们干嘛要报复呢 这个是第三层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 特别是里面提到这个生之苦 出生以前在娘胎里面 空间这么小很辛苦 然后呢 生的时候你看多少危险 现在当然医学比较发达了 可是出生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么 加上这里面说呢 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冷风一吹的时候 是像刀子在割一样 所以这是第三一层 我们要去思维的 众生这么苦 我们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苦 第四一层 请大家合掌一起来念 父赐菩萨自念 我不应家如诸一人 藏谁生死水流 我当逆流以求静缘 入灵魂道 一切凡人亲自则称 意志则喜 不处则畏 我为菩萨 不可如彼 虽未断节 当自意志 修行忍辱 脑害不称 敬仰不喜 众苦艰难 不应不畏 当为众生 心大慈心 大悲心 那么这个是一层 我们修行 就是要逆流 静缘 流是什么流 生死流 轮回之流 我们前一阶段 特别跟同学们 花三个星期的时间 谈到生命之轮 谈到十二次元七法 谈到 轮回土里面的 四个层次 所以 顺流 流转门 就是不断地在轮回 环昧门 就是回头 我们要回头去 环过来 去向内藩道 所以我们要生气 说难听的话 很容易一时口快 但是我们就落入了 流转门 下面一段 我也请惠灵菩萨来念一下 大家合掌 跟着惠灵菩萨一起念 父次菩萨若见 众生来未恼乱 当自念言 是唯我之清后 亦是我师 一家亲爱 尽心待之 何已故 彼若不加重脑 我则不成忍辱 已是故言 是我亲厚 亦是我师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刚才前面 也跟大家分析过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 善知识 是逆缘的善知识 我自己生命中 也遇到过一些 非常难以承受的挫败 挫折 包括台湾的 以前这个 所谓的白色恐怖 我觉得这些考验对我来讲 都是我成长的增上源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问我的人生顺不顺 我们要问的是说 如果遇到了逆境 我能够撑得过去吗 我有多少的本领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宁源当中 我能够让自己更大的成长 所以这段话非常重要 我们再请惠灵菩萨念下一段 然后再下一段我想 然后加那个 Grayster来念一下 父子菩萨心知 如佛所说 众生无始 世界无际 往来舞蹈 轮转无量 我亦成为众生父母 兄弟 众生亦皆成为我父母 兄弟 当来一耳 以事推之 不应恶心而怀称害 那个Grace 再下一段 会因菩萨来帮忙念好吗 父子 思为众生之中 佛种甚多 若我称义相知 则为称佛 若我称佛 则为遗了 如说歌鸟当得作佛 今虽是鸟 不可轻也 这个特别重要 我们在普贤菩萨十大院里面 就是礼敬诸佛 这个礼敬诸佛 还不是说 以先成佛的佛 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 我们看到 华华经里面 常不经菩萨 他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合掌 跟一个陌生人说 你是未来佛 我理尽你 然后有的人觉得说 你这个人是疯子 要给他丢势头 或者是要拿东西打他 他躲得远远说 你是未来佛 他还是坚持 所以我觉得说 华华经讲的 常不经菩萨 或者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的 这个 这个 龙族佛教讲的这样的一个 以一切众生 我未来佛这个态度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人现在对你讲了一些 很伤害的话 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可是你要晓得 这个只是他当下 我觉得那个 那个正言法师有句话很有道理 他说 生气是暂时的发疯 生气是暂时的发疯 这话太有道理了 这个人暂时发疯就原谅他 包容他好了 千万不要说 因为你发疯 我跟着你发疯 那这个就很糟糕了 那么我想下一段来 劳架那个慧英老师 好吗 副次 诸烦恼中 称为罪重 不散报中 称报罪大 余姐无此重罪 好 停一下 请大家特别 记住这两句话 诸烦恼中 称为罪重 不散报中 称报罪大 就是讲我们的 内在的这个心性里面 最大的烦恼 是称烦恼 生气 而且你看这个我们古人造字太厉害了 这个称就木字旁 眼睛灯得大大的 好 就称 就生气 然后所有的这些夜报里面 最大的夜报都是因为称心而起的 称报最大 我们千万不要这个话好像读过去就算了 就知道了就好了 这是要拿来当镜子随时自我灌照的 我们也可以加一句话 所有的修行的过程的努力中 最大的困难就是称习难转 称的习气最难转 因为生气太容易了 好 请那个慧音老师继续念一下 如 试提婆那名 问佛记曰 何物撒安稳 何物撒不会 何物毒之根 吞灭一切善 何物撒之赞 何物撒无忧 佛达言 杀称心安稳 杀称心不会 称为毒之根 称灭一切善 杀称诸佛赞 杀称则无忧 这一段话 就是四里不难明 就是这个天神 天上的神向佛陀请法 所以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它 我的心就安稳了 什么东西 我杀了它 我不用后悔的 什么东西是三毒之根呢 什么东西 它会吞灭一切的善法呢 什么东西 我杀了它 消灭了它 然后我会得到 诸佛菩萨的赞叹 什么东西 我只要杀灭了它 然后我再也不用担心了 佛陀的答案很简单 杀称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称恨心 所以杀称心安稳 杀称心不悔 称为三毒之根 称灭一切善 杀称诸佛赞 杀称则无忧 所以我想在这里 要跟同学们来共勉 我们的称心 我们在这里 并不是在谴责称心 而是在说明 称心的因缘果报 但是 我们人之会 生起称心 当然动物也是一样 其实都很无奈 所有人生气的时候 当下都是无奈的 没有人天生喜欢生气 但是不得不生气 很无奈 因为所谓的生气之夜 你觉得你受人委屈了 你没有被了解 你没有被尊重 你没有被公平的对待 所以你就会 当下觉得受不了 所以称是非常无奈的 所以一行禅师 他有一本书 英文叫Anger 生气 然后台湾 把这本书翻成中文版 题目把它改了 叫做 你可以不生气 那这个书出版的时候 Anger这个书在出版的时候 刚好是美国的 九一亿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人很生气 结果这个书在美国 销得特别的好 那我女儿 这个心慈 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也变成了那个一行禅师 所有的著作翻成中文里面 销入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 除了师父这个书写得好 最主要是因为 生气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弱点 是我们共同的功课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 我写了一篇序言 我的题目叫 把愤怒当作自己的孩子 一行禅师认为 我们光是说生气不对 是不够的 而且你不知道我的委屈 然后你只说我生气不对 我就越容易生气 这是客观的现实 那么 所以一行禅师觉得说 当我们生气的心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说我的孩子受了委屈 我内心的那个小孩 他受了委屈 所以我要安慰他 我要接纳他 我要试着去了解他 然后这样子 这个孩子才不会更生气 因为他觉得他很委屈 结果你不断不了解我 而且你还谴责我 你还怪我 我很认同一行禅师这样的一个 对生气这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方式 柔性的方式来理解 我这一个清明节 过得特别特别的丰富 是因为三个理由 我们清明节基金会这边的 4月6号 配合大家扫墓 那么 停课一次 所以我也因为这个机缘 那么去到泰国 见到了一行禅师 这是从去年到现在 第二次跟师父会面 那师父呢 目前呢 因为已经是将近四年了 中风到现在将近四年 那又半生了瘫痪 但是意识非常清楚 意识非常清楚 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然后他现在整个原来以法国 瘟村为中心 现在这个重心已经 渐渐转移到了泰国 因为师父现在重心就放在泰国 泰国的瘟村 那我们本来是想说去拜见师父 跟师父问好了 可是去了 走不开 特别留下了四天 参加他们的禅修营 刚好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周末的禅修营 那么总共七天 我们参加了四天 然后这一次 师父这个禅修营 特别聚焦在 五界的学习 所以我也正在最近在思考说 我们从前面讲 直接波罗蜜 我就一直希望说 有一个适当的因缘吧 那么来跟大家一起成就 如何来正确的受此五界 然后如果可能我们更希望大家 因为这个受五界的因缘 也能够体验八观灾界 然后不但体验八观灾界 而且这个八观灾界 从印度到我们汉地来 都是一日一夜为范围的 但是在尼泊尔 有一个吉祥公主 她开发了一个非常殊胜的法本 叫做妞内 就是以千手千眼眼观世音菩萨为核心 那么总共有四天三夜的 这个敬饮食灾 大礼拜的闭关修行 所以 因为这一个清明节的 这个假期的关系 那么一方面是泰国的梅春 那么又有一个因缘 就是我们有一个来自尼泊尔 皇教的一个培马仁波切 那么带领我们 有一个文集解脱 就是根据连师的福藏 而成就了这个法本 也是我们现在所谓 西藏死亡书的原本 那么有口传跟实修 有一天半的时间 我们有好几个同学 二十几个人 都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受用 然后加上呢 这一次有这个机缘 我们这个 纽约的副居士回来 我们也觉得这个因缘特别殊胜 然后很感谢 这一切的这个善缘 今天在我们苏联菩萨的这个 这么殊胜的 清净欢喜的花当中 有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体现 那么我们休息五分钟 再来继续 阿弥陀佛 各位同修 我们刚才跟大家一起 来了解大致度的 农术菩萨所说的 升官众生人逆元的 二十三种升官之道 然后在这个当中 我们刚已经跟同学们 讨论到了 第八个因缘 下个星期呢 我们要继续进入 第九个因缘 我想这一部分的这个深入 特别重要 那么之前 我记得也跟同学们 分享过一行禅师 有一段很重要的开示 2015年呢 一行禅师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 Peace is every breath 我把那中文的名字呢 翻译作 安详在呼吸间 我们的 要做这个 安冷波罗密的根本功夫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佛陀所传的 观呼吸的法门 我们有时候觉得 自己的脾气不可控制 或者我们反省的速度 总赶不上我们生气的速度 不怕生气 只怕你没有马上反省 只要我们反省的念头起来了 我们就已经 这个车好像 刚才有点失控嘛 只要我们有反省的念头 一起来 这个车子的方向盘就在手上了 那么你如何能够来提升 你对这个方向盘的一个掌握的能力呢 我觉得 一行才是2015年出的这本书 安详在呼吸间 这个 这个书里面 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好几次 里面有一张特别重要 在这一张里面 就是他这本书里面的第25页 他有一句非常简短的话 叫做 Dear Habit Energy I see you 你可以把它打出来吗 英文 那个慧玲 你用这个 看一下 Dear Habit Energy I see you 这一句话翻成我们中文的很简单 叫做 亲爱的习气 我看见你了 这个习气可以是生气 可以是贪心 可以是悔恨 可以是种种种种的负面情绪 重点是 I see you 当你在这个习气的前面 你加上Dear表示什么 习气就是我的生命 习气就是我 我干嘛跟我自己要做对呢 我干嘛要带着一种否定的态度 去看待我自己呢 为什么 我们禅修是为了自我否定吗 当然不是啊 所以 Dear Habit Energy I see you 我看见你了 看见了 怎么看见 请大家回到呼吸上做根本工 随时在一复一息之间 保持正念觉知 佛陀给我们留下来 最关键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词 一个term叫做什么 anabana sati anabana是呼吸 可是一般人只会呼吸 他不知道呼吸当中 呼吸的本身 呼跟吸当中 后面有一个字 后面有一个字尾 叫Sati S-A-T-I 就是我们一夫一身 他都有绝 都有一个绝的能量在哪里 那个绝的能量 那个Energy of awareness 是可以帮助我们转化 to transform our happy energy 可以帮助我们转化我们的习气 而这个就是修行的总关键 总开关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 随时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 你记住 没有别的口诀 就是 注意力百分之百放在呼吸上 对自己的呼吸很有感觉 我的修行口诀 只有一句话叫 感觉也是觉 感觉就是觉 所以我们要找回我们自己的觉知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随时对自己的感觉 很有感觉 对自己的感觉要有感觉 如果对自己感觉都没有感觉 那不是麻木不仁了吗 这个就是修行的关键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前面所讲的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 要接着把后面的这个 几个升官的 就升官这个 众生人的逆源的这几个重点 继续跟大家细讲 那么我们现在很幸运的是 现在八点二十五分 我们要请我们来自纽约 我们父亲菩萨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要先请他来谈一下 就是说他跟随了那个 沈家政据是那么多年 总共你跟老人家跟了多少年 做他的秘书 那多少年 是2008年 2008年 有没有人算数比较好的 二十年嘛 这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 概括的提一下 那个我们沈长老这个给你的印象 我首先感谢邮老师 给我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沈先生他对我生命中的这种重要的启示 其实应该这样子说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就给我一些工作 那我那个时候呢 我对他是一张白纸 我对美国佛教会也是一张白纸 那他很信任年轻人 他还没有看到我的时候 他就就交给我 说叫我去帮他编那个会员通讯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跟他接触 沈伯伯他给我最大的启示 就是说他这些年来 他就像父亲 他也像老师一样 在我旁边教导我 然后让我不会走岔路 这个是他给我最大的那个 我印象中很深刻的 他告诉我说 我们都知道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很重要的 可是呢 你如果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你要看电视 你电视机在那里 可是你没有打开 你没有用手去打开那个开关的话 你永远就看不到电视 同样的 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定要去实践 你才能够有这个机会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他给我一个很深的那个 我现在先分享的就是说 是比较细微 但是他在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到作用的 他告诉我说 譬如说 当然现在是网路的时代 大家都可以这个手机滑一滑 送出去 我的信息马上从美国就送到 尤老师台湾这边来了 在以前那个年代呢 是没有那个 叫做什么 这种耐呀 什么这个微信啊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 那人家写信给沈伯伯的话呢 他一定是亲自坐在书桌前面 都没有保留的 把他写下来 然后寄给那一个人 这个亲自写信 跟你用电脑写信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因为亲自写信呢 就交到了很多的人 因为你在写的当中 是你的心跟对方的心 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他不管再忙 他的每一个人写给他的信 他一定是亲自回 那我因为受他的影响 所以呢 我以为就跟着他 就是说不敢用电脑回 那因为信实在太多了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我就用电脑写了 很快 写好了印出来 就寄出去了 结果对方就跟我讲 他讲说 菩萨 那个 你如果说像我收到那个总统的信 那个总统签名那个地方 都是他亲手签的 你只是用那个电脑这样子写 你会釐清何时 这不算 这没有算是你的诚心嘛 所以呢 有加上这一个 然后我就更深切的体会到说 沈伯伯他坐在桌 树桌前面 一一的写每一封信 然后那些收到信的人呢 是对他特别的感动 这是我的一个那种感想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是乖乖的 每一封信都是自己亲自这样子去写 这样子 然后呢 其实美国佛教会在大概几年前 我们就是说在庆祝成立50周年 50年真的是对我们人来讲 是很长的时间 可是在这当中呢 其实我们这一批人 就是说跟我们同样年纪的这些人 都是因为受到沈伯伯的精神感召而来的 他把我们聚在一起 然后呢 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很好的地方 譬如说一个管财务的 那有一个管财务叫许介明师兄 他就把他放在管理那个美国佛教会的财务的 这个 那有一个呢是对这个公关很好的 譬如说像张维光 那他就把他放在书记这个角色上 他就把每一个人 把我们这几个人呢都弄在很重要的这个 我当然不能说他是重要 但是就是说把我们这几个人都把他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让这个美国佛教会可以很顺利的 很顺畅的运行这样子 那他对我们呢是非常非常的信任 就是说像我其实他也不认 我想我相信他也不认识我 那他第一个他看到我 他就叫我要编那个会讯 他本来是说通讯 但是我想说通讯的话只是对会员 那那个美国那么大 以前那个年代呢 你想要听那个老法师演讲或者说像 像有老师从台湾去到美国去 去跟大家讲很好的 很好很宝贝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只有现场的像这样 你们这些人在这里 那多么可惜喔 那所以我就想说把他们的演讲把它整理出来 变成文字稿 那那个沈先生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期我给他看 第二期我也是请他看 然后呢从此以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立军以后我们美国佛教会要出去的东西 你通过就好了 你可以你可以你过过你的关 就过了就过得了我的关这样子 包括我们庄严寺的文宣 所有的文宣啊所有的那个 就是说只要你可以过 我就可以过这样子 他这句话很简单 可是呢给我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如果那个 还要需要他的话呢 他我写错了他可以跟我指证 那因为他把这个放给我的时候呢 我就必须要自己去承担 可是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他对待一个人 他既然信任你的话 他绝对就是100个percent完全相信你 然后让你去发挥 我相信也因为沈先生这样子的关系 才会造就这个美活汇训 到现在是174期的这种产生 请问多少年了 快要29年要进入30年了 然后呢在这里呢 我还要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除了沈先生沈伯伯 他对他的这种就是说 把我放在这个角色上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没有很深刻的那种体验 我想要再跟大家在座的每一位分享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一年 尤老师在纽约庄严寺 在大爵寺 讲了一个如何正确的契入空溢 这是那一场演讲呢 是一天一天的时间 也可以说在纽约佛教界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我们以前呢 就是说来请人家来演讲 都是两个小时早上而已 不会说整天 那一天呢 就是说从早上一直到下午 那很多人都在现场 包括那个沈伯伯 还有赵真爵教授 很多老中心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在整理的时候呢 他说如何契入空性 那个我们就像老师他说的 很多东西都是空的 这个花也是空的 等到它枯萎的时候就没有了嘛 那我从听那一场演讲了以后呢 给我很深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然后呢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 这个现在的人不是说老的人才会走 年轻的人都一家子出去不小心就走了 然后呢 就让我感觉到说我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说再见 那我一定要珍惜我的生命 我要好好的花挥我的生命 然后把这个佛法的好处把它 就是说怎么讲把它花挥出来 把它借着这个会训出去这样子 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 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法义 佛法真的很好 他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得到的这种法义都很自在很清安 这个是我对佑老师 他可以说是我生命中里面很大的贵人 也是我的很好的老师 从好像是1987年到现在 应该是87还是88 88年到现在他始终如一的 就是教导我 所以我要感谢佑老师 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你 可能诸位呢 无法想象就是说 像那个傅吉士他主编的这个美佛会训 我们在庄严寺呢名气很大 但是其实庄严寺呢这个人力不是那么充足 因为主要是以美东的华人为主 那可是呢 这一本美佛会训是我们目前在华语世界里面看得到的佛教刊物里面 特别 含金量特别高的一个看物 我随便举个例子 原因老人 就是我们亲近的上师之一 心中心法的传承 原因老人到纽约 好像他一些几篇很重要的这个讲记 都最早就是在美佛会训发表 对不对 这是无法想象的 就原因老人 我们现代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善之士 然后他的最重要的这个开示啊 竟然是从傅居士的这本看物开始 你无法想象的 然后后来譬如说像我们 回去老丈去大爵士主持残妻 也是我们傅居士成就的 那么像这个手衣法师 到大爵士去传这个准提法 也都是傅居士这边来成就的 所以你很难想象 这里面我看到一件事情 所有一切的一切 你的发愿很重要 你的发心 你的承担很重要 所以我们想请傅居士 借这个机缘再跟我们来谈一下 是不是可以请你提一下 我们沈居士跟金刚经 结了那么深的缘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一个触动是说 一想到沈居士 因为刚刚往生十周年 那么就特别想起 他后来一直都在讲这个金刚经 可不可以你把这个缘起 还有你个人对他讲金刚经的受用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沈伯伯他讲那个金刚经的研究这一本书 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他的起源是那个 就是OK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沈伯伯往生了以后 他看到桌上有一本书 他就从此他就开始念每一天念金刚经 然后也去研究金刚经 他是他跟一般的法师在讲金刚经 是完全不同 他是跳脱的那种 讲经说法的那种前面的那种 怎么讲就是传统的那种方式去研究 这个金刚经 他是以他自己科学的 以那种科学的角度 以现代的人的这种角度来谈金刚经 这个然后很容易让人家 怎么讲就是 引起人家的共鸣 然后呢 他刚开始金刚经的研究 我们先说金刚经的研究 金刚经的研究这本书呢 是在我看起来 我常常很多人都跟我讲很多事情 他说你怎么样 我就说我是在玩游戏 我真的是在玩游戏 金刚经的研究是那个 就是以前在纽约有一个叫做 乔森广播电台 然后呢 有一个叫吴碧涛居士 邀请沈伯伯去那边演讲 他给他定的名字叫做金刚经 然后讲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把它记录下来 变成文字 那那个时候呢 是我们都在做这些工作 做完了以后呢 沈伯伯还要叫我说把它分段 然后还要有这个 每一段的主题都要那个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沈伯伯你这讲得太详细了 然后讲得那么多 那我要去怎么分 然后我还是一边分心里 一边想说沈伯伯你 你这样子那么细这样子 能不能够就是说 大家是不是可以真的看得懂 结果呢 没想到 这个金刚经的研究在 不但在美国 在台湾 在中国大陆 简体版是那个 就是怎么讲 印了最多的地方 甚至于还有英文的 有那个俄俄的俄文 都有 所以呢 他的金刚经真的是 受益很广 很多人都受到他的影响 这样子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说 其实他在讲金刚经 在写金刚经的途中 有一次是他生病 就是说 那一次应该是 他到那个医院里面是蛮严重的 我送他到那个纽约的医院里面去住院 然后他那个 好像是这个地方还是哪里 插着管子 还是哪里插着管子 我已经不是很有印象 就是他是插着这个管子 这样子 然后他在那一刻 他都还 还在心心念念 念着这个美国佛家会 在念着美国会训 然后 他都没有想到他自己 他一直以来想到的 就是众生 就是怎么样 可以去利益到更多的众生 我想他这一点是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 我 我是因为他生病了以后 才真正的去看看他 就是说才会去注意到他的这种起居 才会发现说 哇 这个老人 他家财 旺贯 照理来讲 他应该过的 就是说 譬如说像现代人讲的 要用名牌啊 什么的 他都结果他都没有 他的袜子呢 是一支破掉的 另外一支可以把它拿起来 把它凑起来用这样子 他没有说 OK 我一定要是白色的 就是这边也是白色的 这个白色破掉 这个灰色的可以拿来凑 他就拿来 拿来那个了 他的衣 那个叫什么 这个内衣 都穿到那个 这个叫什么讲 都洗到那个 都快要破掉了这样子 他是这样子的 那么的辛苦 可是 不认识的人 有需要的人 去找到他 他都没有第二句话 他就会把那个 他的那个财 那个财力的这种布施给对方 即使 即使你们都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在他那里 都可以看得到 譬如说有一个人的先生 好像是癌症快要 快要往生了 然后他跟沈伯伯其实也都不熟 只知道说沈家正先生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 到庄严寺去找沈伯伯 然后就说我如果走了以后 你可以帮我照顾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吗 这样子 沈伯伯也答应了 然后把那个人的骨灰 让他放在庄严寺 然后那个太太跟孩子 现在孩子已经大学毕业 已经结婚了 好 所以呢 像这种的事情 真的没有人可以想到 然后有一天 我们国内的一个 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去到庄严寺 然后就说他要找 那个沈先生 问我说可不可以安排 我问他说什么事情 他说因为他在念书的时候 在念硕士跟博士的时候 没有钱 是沈伯伯幫他的 真的 那我问沈伯伯 沈伯伯说有这回事吗 我都忘掉了 真的 包括大家 我想大家所知道的 譬如说 像那个法谷山的圣言法 圣言法师 也是他默默的在后面 就是说帮忙他这样子 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 就是他总是都是默默的在做 这样子 这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 这些讯息 什么袜子这些 我们从来面有机会知道 所以很谢谢那个傅师姐 然后我顺便提一下 因为神老希望我去接这个世界 宗教研究院 有一次安排我到庄严寺 然后他说 我希望你去纽约的这个Chanatown 去见那个美国佛教会的会长 明治长老 对 去见明治长老 那我就 因为我自己 在纽约的那个拉瓜提机场租了车子 所以我就赶嫁到纽约去 到Chanatown去 结果呢 因为要赶时间嘛 让我车开得快了一点 被警察揽下来 警察就说 Why do you drive so fast? 你为什么开得这么快? 然后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刚刚去拜访的那个 Dr. Shin 就是沈居士 因为他现在叫我去Chanatown去拜访一个佛教界的一个 A Chinese monk in New York Chanatown 他说 Oh Dr. Shin My teacher 他说 沈居士 那是我的老师 他其实就是一个警察 但是 他们 当地的那个警察 都对神老很尊敬 他说 Next time drive Don't drive too fast 下次不要开单 快就把我放了 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 哇 那个神老对当地 给当地即使一个警察 都把他当自己的老师一样这样的尊重 然后甚至说 好啦不给你开单了 你赶快去吧 所以我觉得这看他说 沈仙他这种 作为一个 一个在家修行的典范 他是很了不起的 就是这种 对当地人 受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敬重 我当时想 这个顺便再提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程建平上司也本 非常重要的英文著作 但这本英文著作 其实不是程尚司自己写的 因为是英文版 可是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是 一个英国的出家人写的 叫做那个 Candy Palo 那现在西方非常著名 那Candy Palo法师当初是跟着 我们很熟悉的室友居士 他的那个老师 Sankalachita法师 去Karling Pong 印度东北部的Karling Pong 去参访 听说有个中国的 尤其一个余杰士在这里闭关 已经二十几年了 所以他们就透过人 递了条子去问说 我们可不可以来跟你请义佛法 所以他们就每个星期 大概连续了一年 每个星期有一次对话 然后第二个星期 然后在这边上海中 他就把上次对话的记录 音日记录 送给程尚师看一遍 那我就有一次问 四友居士 我说 他们两个怎么对话 哦 原来是什么 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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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尚师呢 讲葬语 然后呢 这个Sankalachita法师呢 也会讲藏语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办法用英文 也没有办法用中文直接对话 用通过藏语两个人完成的对话 然后有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后来在哪里出版 这稿子寄到了马来西亚给邱宝光居士 叫定 邱居士就写了信给沈居士 结果沈居士赞助了他的出版费 所以连这么一本重要的书 这个音乐也是我们沈居士成就 这太难得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沈居士在庄严寺里面 我想我看到有一个视频 讲到说在庄严寺的大佛大殿落成 他有一个感想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到庄严寺在建大佛殿 大佛殿完工的那一天 就是落成启用的那一天 他的发言很简短 但是很有力 他说今天这个大佛殿完工了 这个是所有每一个人的努力 才能够建 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物把它做好的 然后呢这个大佛殿 是给所有的 就是说给所有的不分种族的人使用 包括你们 你们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然后呢 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应该是说 他说这个庄严世界 你们那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你看到现在所看到的 只有一个庄严世界 因为我们把那块土地 从山门进去到 我们里面所有的建筑 我们自己给他取个名字 叫做庄严世界 他说你们来到这边就只有一个庄严世界 其实我更希望你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庄严世界 然后呢 你们有的这个庄严的这个世界 庄严的心 庄严的这种精神的以后呢 你回到你的家 你可以影响到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那这样就是会让更多的人 来使用这个庄严世界 就是说让更多的人 享有这种内心的祥和 然后这个世界的和平 意思就是大概像这样子 这个太殊胜了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 沈居士后来会发愿 除了纽约的这个 早先在市区里面的那个 就Uptown那个地方 建了一个大爵士 后来发愿跟他夫人一起建这个庄严寺 就很大的一个地方 那缘起之一呢 是因为那个沈夫人来台湾一趟 然后去拜访了那个 那个正言上人 受到正言上人非常大的启发 我特别要感谢 今天那个我们 慧音菩萨 他特别分享了我们那个 沈家生先生的一个回顾的视频 那特别我看到这一段很感动 所以这个我们很谢谢那个慧音老师 他把这段视频已经放在我们 字论的课堂里面 请大家打开来看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是很殊胜的这个因缘 那么您可不可以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您有亲近过沈夫人吗 有 谈谈沈夫人好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沈居是比较多 沈夫人这部分知道的比较少 沈伯母 他是 就是说他的家族 他应该说是一个 怎么讲 大户人家的女儿 然后他又是船业巨子 就是说他沈伯伯他坐船做得很顺利 他的财产是 就是说怎么讲 是很多的 很难很难那个 可是呢他来到我们 他来到 美国佛教会 来到大爵士了以后呢 其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他还是跟大家一起做行堂 你相信吗 他他既然会 所以那个年代 就是那个沈伯母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林沈彭霞 他是去年才往生 他跟 就是说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是同样年纪的 然后呢 这个林伯母就负责煮菜啊 煮饭啊 那那个沈伯母呢 他们就做行堂 在因为我们每一年 从那个美国佛教会 有那个大爵士的以后 就开始有这个叫怎么讲 每一年都有佛妻 那佛妻都要过堂吃饭 结果呢沈伯母他自己亲自 就是说做行堂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沈伯母他跟沈伯伯 也是就是说两个人的感情是真的是很好 然后他是我们学佛 我们女孩子学佛的典范 他呢 就是说完全没有价值 而且他是100% 就是说是支持沈伯母 其实那个我们有一个叫做河儒图书馆 也是那个 就是说他真正可以盖起来 是那个沈伯母往生了以后 他把那个钱拿了好像是40万 出来盖那个河儒纪念图书馆 刚开始盖好那个建筑物 我们都没有想说要去取名叫做河儒纪念图书馆 是因为那个建筑物盖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想说总要给他取个名字 才把它命名为河儒纪念图书馆 所以他真的就是说 在行这种法布施 那沈伯母因为他呢 才会有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精神 放在美国佛教会上面 我想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虽然说还有剩下五分钟 没关系 那个沈伯母往生了以后 就是说两个人结婚 那么多年往生了 另一半往生了 还留下来的那一个人一定是很悲伤的 但是沈伯母呢 他把所有对沈伯母的这种怀念 我们可以说是怀念或者是说悲伤 或者是说是什么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把所有的 就是说促成沈伯母更精进 更努力 去做他的佛形事业 然后呢 把这个志业 把这些所有的功德 都回向 给那个沈伯母 跟所有的众生 所以我觉得沈伯母这一段精神呢 这一段精神呢 很好 人间留下让我们永远怀念的 菩萨思维 我今行悲 欲令众生得乐 称为吞灭诸善 毒害一切 我当云和行此重罪 若有称慧 自施乐一利 云和能令众生得乐 好 那么也谢谢那个欢迎老师 所以这一段话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我们刚刚讲 我们光是知道称慧的过失不够 因为文明火上来的时候 所有这些全部都忘光了 所以功夫的得利处 是在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在生活中亦父亦息之间 在细微处 我们随时保持那种关照力 那个关照力 就让你即使生气 但不会失去理智 生气是正常 请大家记住 生气是正常 但是生气到失控 是因为你失去理智 失控就是失去理智的意思 所以我们如果即使生气 我都能够保持在 那个理性控制的范围之内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功夫的地方 然后呢 这里面很清楚的一点 不管怎么说 我们只要称心起来了 种种的这些 他的那个族群啊 所有那些烦恼的族群 就跟着动员起来了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最后一段 我想请那个grace来念一下 第九个 下个星期我们从第十个开始 请你坐在慧林旁边 后面这段请大家跟着大声念 护士 诸佛菩萨以大悲为本 从悲而出 称为灭悲之毒 特不相宜 若坏悲本 和民菩萨 菩萨从何而出 以事之故 应修忍辱 若众生家诸称老 当年其功德 今以众生虽有一罪 更自别有诸妙功德 以其功德故 不应称之 好 这一段话特别重要是 因为我们整个 这个安忍波罗蜜 最核心的表达就是这一段话 为什么 因为 诸佛菩萨以大悲为本 这是我们这门课 一开始我们就强调了一个 一个基本立场 从悲而出 离开这个悲心 我们就不要再讲什么 菩提心 所以 我们的称心就是 是一种 我们生命里面 捏在一种 最强大的 破坏性的能量 我们如果 化这种 破坏的能量 变成建设性的能量 那就是回到我们的 慈悲心上面来 所以 这个是我们 反复怎么说 一旦我们 被这个 被这个称心 俘虏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 都完了 我们什么都失去了 所以 这里面 农处不大 接着说 所有众生在生气 那个当下 当然是不可爱的 不可敬的 但是我们想 一个对你非常生气 或者对你做种种 不合理的动作的人 也许他 用很大的心思 照顾他的小孩 要招配他小孩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也许他对他的邻居 他做了很多贡献 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们不能够 因为他今天 对你做出一个 非常不理性的 不公正的行为 然后否定一切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我们可以思维的一点 整个 安忍波罗敏尼发现 我们前面强调 当自思维 那四个字是关键 要养成当自思维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然后功夫的得力处 就是在 如何在一夫一息之间 始终保持 因为你再怎么样生气 你在骂人的时候 你还在呼吸 所以如果你保持呼吸的 那个沙体 那个觉知 那么再怎么样生气 觉知在那里 你那个生气的能量 就自然会消减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也很幸运 今天中午去拜访一位 拜访尤其赛的姐夫 他是一个老慈祭人 夫妻两个人 都是做慈祭 做了几十年了 那么也得到很多话 非常的受用 今天还特别跟我讲了一段 金刚经说的 三心不可得 他是怎么修的 所以我们在台湾 最大的这种 这个软实力 应该是大家的这一份 慈悲心 这一份散心 散念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这样的散心散念 这样的正能量 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课程 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参学 有更多的人一起来 来把它发扬光大 然后特别今天感谢 我们父菩萨 大老员从这个纽约 你看坐飞机要坐15个钟头 要这个时差都不得了的 然后很感谢 他今天带来这么多 非常珍贵的讯息 您下个星期还有时间 来跟我们分享吗 我们也许在你身上 我们希望再多挖一点宝 我们大家一起鼓掌 感谢那个傅居士 那么我们也今天 在总回向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回向 就是这个沈居士 今年往生十周年 然后我们一起回向 让这个庄园世界的理念 也就是说这种 福慧双修的这个理念 那么能够在我们 学佛的有缘人之间 那么能够更广大的传扬开来 更广大的来成就更多的人 学佛的普利心 学佛的善根 感恩 大众请合掌 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僧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摄例子 摄不亦空 空不亦色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受想行事 亦复如是 摄例子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真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身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异世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镜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镜 无苦即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般若波罗蜜多顾 心无瓜爱 无瓜爱顾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以般若波罗蜜多顾 得阿尿多摩三秒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世大神咒 世大明咒 世无上咒 世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耶 葡萨多摩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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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世长行菩提 葡萨多摩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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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萨多摩三菩提